大家好 欢迎收听《静恒报》的节目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 为期两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就在瑞士的阿尔比斯山杜加圣地落幕 余会上有多达九十几个国家参与 而在这场峰会举办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有释出善意 普京也表示过俄方和乌方的谈判大门随时开放 而前提就是乌克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乌军需要从顿涅茨克、劳金斯克、 喀尔松和扎波罗尔这四个地区全面撤军 第二就是乌克兰需要作出承诺 保证未来都不能加入北约 只要乌克兰能够做到这两点 俄罗斯就会立即停火并且展开谈判 我们看回这一次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持续了两年零四个多月 到今时今日普京再次提出当中的停火条件 重军也突显出俄罗斯愿意结束这场冲突 虽然当中的态度仍然颇为强硬 但其实这个条件对乌兰来说是可以实现的 不是一些天荒夜谈的说法 相比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 现在开出的条件已经被以往宽松了很多 简单来说 俄罗斯的底线就是要保住现今所佔领的地盘 至于乌克兰加不加入北约这件事上 相信亦都可以作出更多的讨价还价 为什么普京在这个时候会抛出橄榄枝呢? 第一肯定的就是要针对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 所举办的护克兰和平峰会 继而释出善意 第二就是俄军目前在战场上也佔具了一定的优势 但始终都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事到如今 敦涅茨克和劳金斯克都仍未被全部纳入版图图 至于扎波罗尔和克尔松仍处于极战折衷 乌克兰久不久也会作出反攻 甚至乎连于5月份俄罗斯对哈尔科夫所进行一系列的攻势 都被乌军所击退 所以相比起俄乌冲突爆发初期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 这个目的基本上就无可能达成 所以今次普京所开出的条件也比以往相对宽松 第二就是俄罗斯已经在战场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伤亡人数肯定是过十万人了 对经济来说 由于俄罗斯做到西方列强所制裁 虽然在账面上俄罗斯比以往更加之好 但始终就是被这场战争所牵制着 使得俄罗斯和西方各国的经济关系 可谓完完全全凍结了 所以今次的战争对俄罗斯来说 亦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尤其是俄罗斯的能源产业 由于西方的制裁下 亦都导致损失惨重的情况 而且本来俄罗斯是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军工业出口大国 如今就已经被法国所取代 第三就是西方以及美国仍然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最近甚至说过会加码 另外拜登也解除了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这个限制 另外也有八万多名美军 部署到欧洲各地区之上 另外在较早前所举办的G7峰会上 美国和日本等等的成员国 也和乌克兰签署了长达10年的援助协议 还有就是当场同意冻结俄罗斯的资金所产失的利息收益 全部撥跪于乌克兰 去到年底乌克兰就会获得500多亿美元 所以相对来说 乌克兰背后所获得的资金都颇为充裕 所以如今普京释出善意也是基于这个现实情况 不过恐怕的就是这番善意被接受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当普京说完这番说话 不够24小时几乎那边也回应了直斥普京的停火建议是不可信 还说根本是对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没什么分别 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果 如果乌克兰从乌东四个州全面撤出的话 这个不单只是丢失领土那么简单 也就是承认战败的 同时就是 如果华兰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也就是也会得失西方以及美国等等的援助 万一俄罗斯又再次向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话 乌克兰又能不能再次从西方各国获得援助呢? 到时的话乌克兰根本没办法抵抗的 所以短期之内停火的机会就极为之微的 加上去到今时今日乌克兰仍然都有过千万的人口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 就不是完完全全没了子弹继续战斗的 所以扎连斯基仍然是继续马不停蹄在世界各国之中游走 继续进行他的外交游说工作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当中有多达九十几个国家出席 不过这样最重要的国家俄罗斯没有被邀请 另外各大西方媒体也大肆评击中方不肯来 中方的解释就是什么呢? 当中最重要的冲突里面的一方就是俄罗斯没有被邀请 我认为中国吸出这个理由是非常合理 但是我们看到各大西方媒体竟然将矛头指向中国 就说中国偏袒俄罗斯 是和俄罗斯一道所以才不肯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出席又有什么意思呢? 如今竟然被各大西方媒体成为稻草人一样 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我想问那是公平吗? 我们一起看回今次的峰会先 这场峰会本来是由湾南总统扎连斯基所提议举办 并且由瑞士作为主办国举办这次的全球和平峰会 在今次的会议里面 之后也发表了联合公报 当中就特别聚焦在核安全、食品安全和交换战夫等等问题 不过在这份公报里面有参加会议的 还有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等的国家 都没有在这份联合公报上签字的 那公报的内容说什么呢? 大致上就是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 并且可以成为实现湾南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 而且在今次的会议里面 各个国家也出现一个颇为之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有不少国家就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 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国家就对此保留立场的 原来的理由就是希望给俄罗斯将来谈判的时候留有一丝的余地 为未来谈判开出一道门的 在会上扎连斯基也发表过演讲当中他特别讲道 这里来自拉丁美洲、非洲、欧洲、中东亚洲、太平洋洲、北美洲 以及宗教领袖的代表 但是就没有俄罗斯 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对和平没有兴趣想继续战斗下去 我们必须要共同决定什么叫公正和平和如何真正持久实现它 他还说 在第一次和平峰会之上 我们必须确定如何实现公正和平 使到在第二次峰会上 我们才可以真正结束战争 他这番说话都挺狡猾的 首先这场峰会都没有邀请俄罗斯 俄罗斯自然就不会出席了 但是你扎连斯基就说他没有兴趣 还说俄罗斯想继续战争 这个是不是本末倒置呢? 还有就是世界和平公正 那个定义在哪里?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其实一直在乌克兰的乌东地区 一直都有闹独立的情况 更加有新纳粹主义的活动出现 据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由于 乌克兰的政府军刻意挑动而成 还有就是过往在乌克兰实现的去俄化活动 这些某个程度上也是挑衅俄罗斯的 还有就是乌克兰一直都和北约未来眼去 这些行为也是挑衅俄罗斯的 经过长时间的挑衅 去到2022年双方的矛盾去到一个临界点 继续爆发激烈的战争 所以在俄乌冲突里面 我们也不能完全全扎乌俄罗斯 为什么要侵略其他国家 当作我们更加需要看回这场冲突爆发的原因 就是乌克兰一直都在进行可谓卑劣的行为 如今它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 继续向俄罗斯叫板 这是一个正确的寻求和平的态度吗? 我认为就不是了 在预会上当作有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 这些国家仍然和莫斯科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但同时也有出席这次的会议 沙特的外交部长法尔汉王子就在会议上表示 真正的和平谈判就需要俄罗斯参与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妥协 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菲丹也承认俄罗斯和湾兰之间的不信任 他更加表示双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被对方视为延续战争的延伸 他还特别提到其中的冲突方俄罗斯是需要参与其中 他更加认为今次的峰会可能实现的成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立陶宛总统又怎么说呢? 立陶宛对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非常之差 立陶宛总统就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必须撤出乌克兰 莫斯科必须对这场战争所犯下的罪行负存责和支付战争赔偿 但是这些又是不是合乎现实呢?我就很想问他了 在这场会议里面其中一个焦点更加落在一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国家里面 这个就是中国了 中国和巴西在另一项窗议里面提出六项的共同理解 就是自在政治解决湾兰危机 以及要求其他国家在适当时机推动俄罗斯和湾兰参与和平谈判 原因就是湾兰的问题的根源就是欧洲的安全 而今次的冲突也是自以次大战以来对欧洲来说最为致命的冲突 而这个冲突更加是包含着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所以如果认为今次的和平峰会成果实在有限 支持湾兰的也继续支持湾兰 对这件事保持中立的仍然都是中立 还有就是重新一些空泛无力的原则 我自己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更加要看回目前这场冲突的现实 现实的就是俄罗斯是处于上风 而同时世界各国仍然继续向湾兰输送武器 输送武器这个行为是花很多钱的 而这些钱全部都是来自各国的民资民高 欧洲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扔了那么多钱去湾兰 但是却出现折折败的局面 这个才是现实 正所谓约国无外交 落后就要挨打 你湾兰正正是处于落后的一方 虽然在外交上也叫做获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从这个成果能不能够换成真正的实力 来帮助沃兰将俄军赶出占领区呢? 现实的例子恐怕就没什么可能了 加上这场冲突打了两年多 死伤的人达几十万人 而更为可悲的就是 两个国家的领导 其实大家都见过面大家都认识对方 但是就推一些年轻人上前线 替他们去战斗 替他们去送死 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非常可悲 如今 武汉兰总统扎连斯基 仍然都是嘴硬 加上收到西方各国的支援 令到这场战争不停延续下去 所以总体来说 大家都是有责任的 不过 无论怎样都好 这场奉会也或多或少 给到世人一个见到和平的机会 加上俄罗斯也都对此作出一定的回应 虽然来结束冲突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见到已经开始转入直路了 我自己就很希望这场冲突尽快结束 这样对世界的经济都会有很正面的帮助 好了 今次就先和大家分析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